西門町 一個流行與年輕氣息交會的地方 每到假日總是會有 絡繹不絕的人潮 前方為何聚集了這麼一大群人 這發生什麼事了嗎 找幾個人來問問吧 他們的表演超精采的 他們的表演超有的 他們舞技超厲害的 超人絕對是最強 最強大國民 能讓這麼多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哈哈大笑 還有這麼多好評 推薦的主角就是他們 Street Party由一群熱愛跳舞 立志要帶給所有人 歡樂的大男孩組成 表演比賽經歷都相當豐富 也靠著走上街頭的表演 累積了不少人氣 更受邀擔任國慶日的表演嘉賓 以及第48屆金鐘獎頒獎典禮的 演出團體 羽揚婆婆一同尬舞 讓更多人認識他們 當初是因為我們在高職的時候 然後我們組表演藝術科 跟我們的團長 然後就是 就是一起上街去表演 就是玩玩看這樣子 然後後來覺得就有興趣 然後我們就組成一個團隊 剩下我們現在這幾個 就是還在跳 就是高中同班同學 剛開始第一次的時候 當然會很緊張 難免的第一次 對吧 但是之後就是慢慢地磨練磨練 然後就敢就是把原本不敢放的東西 就是放在表演裡面 我們一開始就是 原本就只有純潔舞表演 然後會很尷尬 因為怕觀眾們不買單 後來我們音樂會慢慢地加入搞笑的元素 就是自己剪接 例如周星馳啊 例如雷蒂嘎 生活的那種 然後都會把它剪進去 就是結合當下 就是最流行的 就是比較有音樂 大家都耳熟能詳 剪進去 這樣子觀眾們就會有 有一種呼應的感覺 我們未來的計畫 就是差不多 像太陽馬戲團那樣 像我們有出國 就是出國去表演 例如澳門的NBA啊 然後還有去中國啊 去表演 雖然目標很遙遠 但是我們正在努力中 街舞圈的太陽馬戲團 直接與群眾接觸 互動 不僅能訓練膽量 更能明確知道大家 對於自己的表演 是否感到開心與歡樂 這也是他們所追求的 那在於自己 最親近的家人眼裡 又是怎麼看待的呢 支持他 相當支持 因為我們看到他 對跳舞的執著跟熱誠 受傷也不會很痛 所以覺得也很滿感動的 自己運動的時候 他們運動很激烈 運動傷害 不要忘記正常吃飯 對 練舞不要練 然後忘記正常 爸爸媽媽都很支持 然後繼續加油 因為他已經很棒了 他夢想前進 對 國翔加油 加油 Street Party加油 立志成為街舞圈 太陽馬戲團的Street Party 會構思出什麼 讓我們大開眼界 驚呼連連的表演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歡迎最強候選 Street Party F?, 偶然 ico 群大 R F F 好 拍手 哇 你們這個Sweet Party就四個人嗎 請問 還有別人 還有八個人 有八個人 要來啦 今天也有來 不好意思 誰 經理是誰 還有三個是看不到的 不要這樣 在座只有天眼通 曲家瑞老師看得到 請問一下家瑞老師是在Selina那邊 Selina Selina旁邊一個穿紫色的嘛 七人團體 我很怕 Selina現在待妳後面留兩個 好了啦 這很無聊 不要這樣講這種玩笑話 我們剛剛前面就講了最強候選 八個人團體派一半來就好 那你們先派四個 四個是今天不是最強的喔 是他們剛好 不是吧 剛才有講到四個是街頭藝人 想掀起街頭的浪潮 你們都有街頭藝人的執照嗎 有 每一個人都有 那這八個人常常在表演的時候 為什麼會被店家趕呢 為什麼被警察追呢 就是因為 有執照還被追 因為有的時候 就算有執照 但是你人潮 會影響就是商店 人家生意 對啊 就是音樂有時候放太大聲 然後他就覺得 就是阻擋他生意之類的 Street Party光是亮相表演 就來勢洶洶 不過最強大國名也不是省油的燈 馬上派出最強把關者 Lolipop F 他們不但是風靡兩岸三地的偶像 奧全和阿偉出道前 更是知名街舞團體的創辦人 及成員 想當街舞天團 先過這一關 Oh yeah 是有吧 看什麼 怎麼一樣的 有不一樣 有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 未來不知道要去哪裡 回來了 我們要幫他們結尾 看他們會做到什麼時候 我們不要停 我們不要理他們 就讓他們繼續做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Lalikop M 哈囉 歡迎 歡迎 哈囉 你們好調皮啊 你們剛才幹嘛 我們剛 為什麼要學人家 沒有我覺得 學人家就算了 未來或者要去哪裡 一下樓梯以後 然後大家往那邊走 你往那邊走 喂 未來 你又走錯 顯然是老鼠屎啊 我們剛剛是覺得 他們這出場很帥 所以就模仿了一下 是帥對不對 他們本來如果八個人 到齊的話更帥啦 真的喔 他們今天還派四個而已 對 我們本來到齊的話 現在是在只凹圈本身 聽出來是不是 聽說出專輯了 對 我們就是終於發了 睽違兩年半發了 我們的新的EP叫做 那麼厲害 那麼厲害 對 那麼厲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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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你們家來了四個人 你們家呢 也不齊 只是來了三個人 對 但你們今天是負責把關的角色 好 你們之前有聽過他們嗎 有 有 有有聽過 剛剛來錄影的時候製作單位有講 沒有啦 之前 沒有 我們剛剛有看過他們表演 有啦 我們之前有看過他的表演 用什麼樣的準備啊 用什麼樣的主題沒有 這次帶來我們的第二波主打歌 為什麼那麼厲害 非常厲害的舞蹈 少偶犬一樣可以表現得出來 可以 少偶犬更厲害 這個話聽在一項 一樣是偶像團體的JR的耳朵裡面 你覺得可能性大有多大 可是我覺得偶犬也是真的是 之前我覺得有偶犬的話 他們就比較會扣分一點這樣子 沒有 整個 偶像團體出來的 JR現在講的也是真心話 因為其實他一直都希望 因為少了GINO 就是 太明顯了 偶古沒有來也是因為你擠掉他 可是我講這個 沒有GINO 你其實就不太能成立了你知道嗎 會更好 對不起 我不應該跟他們互動 演藝圈這樣太混亂了 我就這樣子不好 太混亂 我們明明是一片和樂的對不對 對啊 把關的三位 是 加油了 好不好 帶來帶就是那麼厲害 歡迎他們 歡迎 嗚呼 嗚呼 嗚耶 換我進攻 別緊急放鬆 放手去脫 再無後果 一切衝突 要盡其放鬆 廢話別太多 我誰聽誰說 Levelin 不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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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表情 不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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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不考是你 但交付凡事容易 什麼道理 有關係就沒關係 Slow down hand down Come down Upside down 屬於我的遺場 在隱用力採笑 呼吸引起 隨時等待 一次翻身機會 一次滿身機會 NaNaNa Na 讓世界搞清楚一百是非 到處 Lacc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愿者 祝愿者 慈至名歸 所以今天讓你們來當把關的角色 太適合了 OK 好到我們不知道熬犬應該放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現在就要換到他們了 好 三位學長 我們到旁邊一起來欣賞 OK Sweet Party 歡迎 加油 劉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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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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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上不上尾椎的那個 很傷 他剛剛那個是摔在地上 其實他剛剛那個動作呢 其實我們 我是傲犬的粉絲 因為傲犬先做款 因為傲犬是全台灣 第一個做那個動作的人 空中盤腿然後坐下去 那傲犬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想你們現在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時候其實就是衝 所以傲犬就是二十幾年前 做的那個東西 所以今天無法出席 硬要過完確實他腰常常不太深 我懂了 他們一直不知道輪椅跟人怎麼配合 我們只發明到斷代 還沒到的輪椅這個步驟 所以 傲犬在裡面照片 也只有上半身嗎 你看 鼻酸 好啦 要小心 做這種的動作都要小心 來 再聽評審怎麼說好不好 再來兩位 孫協志老師 來 我應該這樣講 街舞派的舞蹈素質非常高 我個人非常非常肯定 但我一直以來呢 就像我在幫公司的新人上課都是一樣 我說藝人跟素人的差別在哪 藝人他會有一股氣 他是一個氣場 就好比說一群人裡面有一個藝人 然後大合照對不對 你就有那個人 第一眼你就可以看到 對 那個人他就特別顯眼 那就是一股氣 Lolipop F的氣就非常好 那你們的表演很OK 但是真的亞洲人就是 我覺得天生生性就是害羞 包括Talking 你看 只要一開口 我覺得你們真的就會 對我來講就會有一點扣分 包括你們前面在表演 那個個人Solo的部分 當然評審在看 可是你不要忘了 觀眾是他們 所以一定要朝前面 你們剛剛居多 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朝我們這邊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好 聽聽年輕人的說法好不好 陳愛玲 玲玲 其實我覺得今天 製作單位有點邪惡 因為他派了三個大帥哥來 就是想要試圖 就是讓我忘記他們的存在 但是呢 要說 別餓 別啊 對 但是要說 雖然他們三個真的很帥 但是我覺得 他們四個人真的有讓我 我以一個路人的角度 不要那麼專業的 其實他們的表演 是很吸引我的 因為不管是他們的表情啊 動作啊 還是什麼 就是各種表演 如果我今天在街頭看到他們 如果我沒有趕時間 我會願意停下來看他們 我也會 所以我覺得 會駐圖 並且觀賞還拿錢 都會 所以我覺得他們其實是很成功的 是 靜雯評審的看法 馬上來鑑定一下 在Lolipop F 帥氣又不失俏皮的表演比較之下 Street Party有創意的演出 也博得評審的好評 他們能通過鑑定嗎 請決定 來吧 這個 那一票 誠哥我覺得 我完全可以體驗 鞋子哥在掙扎什麼 掙扎什麼 wool 你就是說 因為這真的是在看藝人 和看素人的差別 比如說就像以前 譬如我們街舞團體 剛開始一定先跳街舞 譬如像他們剛剛表演那些跳舞 有點BOOGALOO的那種感覺 那已經是有點算專業技術了 你的正點 還有你的臉的表情激不激動 可能那跳跳舞都會這樣 對 表情都很夠這樣 就是嘴巴會趴很大 可是當我們變回到藝人 成為一個上電視的表演者的時候 你可能要變成是 你要去顧你的表情 和你給人家的氣勢 一個舞蹈跳得好不好 其實你的臉部和你想傳達的意境 甚至比動作還要重要 所以才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難評 一直卡在這就說 真的 譬如說Street Party 你們未來到底想走怎樣的路 是一個就是像Circus一樣 可以就是 娛樂大眾 然後這樣做街頭藝人 還是說你們想要上電視 想要到另外一個層次 這種臉部的東西 還有你想傳達的表情 不是只有舞蹈強的強 表演方式不一樣 對 真的是也不一樣的 是 所以邪志哥才會在這裡頭髮一直 我真的很痛苦 我這一段超認真在評的 你哪一段不認真 你跟我講你哪一段不認真 我哪一段不認真 你今天要讓自己的層次再更高的話 你們要再注重更多的東西 不一定是賣命的表演 就像KIMIKO老師說 那一次性的表演 不一定會讓人家記住你的 可是什麼是層次更高 這個要看一下 因為你說電視層次高 街頭就不高嗎 那因為他們來的時候他們有講 他們要成為 街頭的 Cirque du Soleil 街頭的太陽劇團 他們沒有講我們要進演藝圈 他們要成為藝術性最高的街頭藝人 你自己勉強不來 你不能讓他們像Lolipop的臉 除非就整形了 沒有 可是玉琳哥 嘉賢老師 Lolipop他們也是幹部 Lolipop 講什麼 不是 等一下 你們冷靜 我們是朋友 你們不要這樣抓我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以前他們跳舞 也會有那種接觸的感覺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Lolipop 如果你一直說他們三個帥 我相信他們也是很膩的 他希望我們看到他們的才藝 他們的天分 他們的語中不同 他們的原創 今天他們出來跳這個舞 如果我們今天說 好帥好帥 這不是他要的耶 他要你聽到他這次歌曲的不同耶 對不對 他讓我們看到他們的進步 他們這次的專業度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可以再用那種 很外在 很表象來評論這些人 所以我希望能夠 就他們剛剛要追求的 我覺得你們早就超越了 如果你們所要追求 絕對超越 而且他們剛剛這段舞蹈 他們自選這段 是有一個叫MIME 是不是那種 他們把那個結合了 結舞是很棒的 他有這個結合 我覺得是不可思議 而且一開始四個角色 其實四個人都很強 從一個上班族在街上 有拿公式包 拿iPad 拿手機的 拿報紙的 一直結合到跨越了時空之後 變成合體成金剛 不得了耶 這個是非常國際級的演出 我覺得最棒的是說 你知道 我寫 我說其實在街頭 剛剛老師有講 街頭藝人演出其實是最現實的 因為不喜歡大家就走了 你知道 但是重點是你選擇了你的最愛 然後你用行眾證明 我覺得這個是給青少年朋友 最好的一個見證 所以我很高興你們今天來 我當然給你 Yes 怎麼可能不給你Yes 曲家裡老師講得非常好 你們要把他們所說的話揉在一起 因為很多人都說到一些重點 都還不錯 你不看SHE當初 他們怎麼樣發光發熱 他們聽了多少人的話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對他們有很多的批評 正面或這麼負面的都有 對啊 我記得那個有一個命理老師 還說我們在某一年應該會聚小 結果後來我還遇到他 而且我還很喜歡 他叫什麼名字 張維忠老師 點名了 好啦 沈玉琳壓軸來 我必須承認那個Lolipop 它有那個貴族的氣息 它有巨星的光環 那是與生俱來的 他們不是因為紅才有這樣的特質 那我現在要講的時候 Street Party呢 他們從一開一出場 不管是Locking 啪音 鎖音 鎖音 都給人家驚喜 妳是舞蹈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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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這個 後來的這個完整個表演 把這個上班族的一些這種狀況 融合在舞蹈裡面 老實講 JR也算是Parting高手了 對不對 JR都會在旁邊附合說 他們是真的很到位 非常非常的OK 這一段的主題是要選最強街頭浪潮 在街頭 他們就像藍波 藍波在叢林裡面他們就是王 Street Party在街頭 他們就是王 他們就是King 所以我是肯定他們有點 所以按下這個藍波 Street Party 請繼續加油 兼挑戰失敗 下次再來好不好 再掌聲給他們鼓勵 謝謝 謝謝